84 中國企業報回購股票計劃加高管增持 2015年7月14日資本戰爭06許以強作者 本部記者許以強最近幾天 我們先時宣布股權回購計劃 隨後有連續增持集團旗下兩家香港上市公司股票 發佈公司管理層增持計劃 今天還公告6月份的產品銷售持續增長的利好數據 下週還將會發佈2015年上半年的業績預告 當前公司業務健康 資金充裕 7月8日 當中國企業報記者以投資者身份置電 GCL集團董被辦公室時 一位工作人員坦然 當前公司在二級市場的股價 但已回落到具有長期投資價值的區域 未來不排除採取進一步措施維護 GCL是想使公司股價的穩定 投資者完全可以理性判斷公司價值再做決策 就在當天GCL集團董事長兼CEO李東生也就年日來的股災事件公開表態 我是公司最大股東 此次下跌我賬免負虧二十多億 但我不特別在意 因為企業實際價值指和業績和前景有關 不會因為股價短期波動受影響 面對持續下跌的股價 雖然 GCL集團沒有採取直接停牌放式挽救股價 卻率先發布了回購股票計劃 計劃首期將以不超過7.95億元回購公司股份並絕銷 提高每股收益 該法案將在7月17日召開的股東大會通過後適時執行 隨後公司又宣布增持旗下兩家港股上市公司 其中增持GCL 多媒體583萬股 增持GCL 通訊200萬股 並且GCL 集團還公布了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計劃 同樣對於連H市場投資者來說 GCL集團剛剛發布的6月份業 即確更振奮人心 數據顯示 GCL 通訊本月手機銷量合計777.1萬台 同比增長41.6% 今年前6個月公司智能手機銷量達到2088萬台 同比增長38.86% 表明通訊業務在產品創新和運營商合作方面表現良好 對於一些投資者提出的公司 為何不直接停牌穩股價一時 李東新公開回應稱 我們認真研究停牌的可行性和利幣 按照相關法規 沒有正當和充分理由 交易所不會同意停牌 同時停牌的利幣和風險也是難以控制 上述GCL 等被辦工作人員坦然 GCL 作為中國家電行業的龍頭企業 在主營業務穩健發展同時 也非常重視資本市場的表現及投資者利益 無論是回購股票 或是增持兩家香港公司股票 或是高管增持自家股票 都表明了我們對公司多媒體和通訊 兩大主營業務抱有充分的信心 也表明集團管理層對未來公司股價的良好預期 李東新還向投資者介紹自身的價值投資標準 行業領先 持續成長 年收益高於銀行五年貸款利息 年分紅超過一年存款利息 符合以上標準 買了就可以不管他 當前良好的業績為公司的價值提供了充分保障 公司有信心為市場交出滿意的搭卷